好,我们再来关注最先消息是台中行大日前破获到一起毒品案件 接护情侧巡献逮捕到了1米27岁的许姓药者 入屋搜查就发现有一大包的垃圾袋里面 装有4.4公斤重的毒品、咖啡包还有21包的ketamine 及时二指为禁品楼入市场 远景甚至入屋搜索发现有许姓药者跟小孩子同住 却在家里面吸毒、藏毒为做最坏实费 麦夫警力趁黑衣男准备入屋之际冲上前压制 一举攻破毒贩的藏身处 远景进入屋内搜索发现鞋柜旁塞了一大包垃圾 很可疑,打开一看里头全是毒品咖啡包 重达4.4公斤,往鞋柜里一番还藏有21包 三级毒品ketamine,数量惊人,出估市值破百万 搜查过程中远景发现 27岁的许姓药角位在台中无期的长生处 就是自家住所,还与小孩子同住 却在家里藏匿大量毒品 无疑是做了最坏示范 根据警方调查 27岁的许姓药角利润500元可从中获利200 一个月可赚近10到20万元不等 还会用高薪诱惑社会新鲜人帮忙运毒 存案将依毒品罪移送台中递准证办 接下来是明日来晚点台中报道